正妹健身教练亲身示范 如何雕塑下半身身形 在国内疫情爆发后 许多行业被迫停业 健身馆也是其中之一 这家在基隆的新兴连锁健身馆就碰到疫情 让投入大笔资金 引进许多国外专业健身器材的年轻业者损失不少 针对这次疫情 针对健身行的这个业种 因为直接被政府宣布强制暂停营业 那长达将近快三个月这样子 对那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冲击是很大的 因为其实消费者其实都是以绑约的形式 那针对这样的规定 那等于说业者会完全零收入 对那这段期间房租啊人事等等开销 还是持续在支付这样子 所以其实损失造成蛮大的严重 对一个月应该都超 都大概三四十万在跑 对加上房租的消耗这样子 好不容易熬到疫情降级解封 健身馆重新恢复营业 不但业者松了一口气 这阵子只能在家 橘橘哑铃的会员更是开心 急着呼朋引伴回到馆内 挑战自己的极限 很开心啊而且很兴奋 而且很期待每天来训练 对 那时候房租变成来这家吗 在家练啊 在家自己徒手练这样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感觉就很好 因为之前都是在家自己徒手训练 然后回来是比较多器材 可以使用 当然是就觉得还不错 而在政府宣布将推出五倍券振兴经济后 这家健身馆业者也配合提供优惠活动 希望鼓励更多人来感受运动健身的乐趣 那现在疫情过后啊 大家其实 陆续回来的人还是有限 因为大家还是会担心 那政府现在有推出美意要推行五倍券 对 那我们也针对这个五倍券推出优惠的活动 以四千块的五倍券就可以购买到六个月的会计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